最近幾天的新聞啊 已經大概有兩個禮拜了 都是有關於柯文哲 那麼當然大家也是很震驚嘛 因為有關於這個政治現金的事情 大家都想說民眾黨怎麼會這樣 那麼這個前後始末呢 我們也幫大家來搞理清楚 整個梳理一下 到底前面發生什麼事情了 首先呢都是會計師的錯嗎 這是柯文哲啊 最近呢被翻出來 就是說總統大選期間 政治現金申報不實的案件 因為有廠商說啊 廠商澄清說 沒有收到申報款項等等 所以呢台北遞檢 其實今天呢是主動分他字案了 這個案由叫做未造文書等罪嫌 被告不詳 那麼現在呢 已經確定有檢察官來進行偵辦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淨總收支漏報了一千八百多萬 各位這筆不是一個小數字哦 但是到底是誰漏報怎麼會漏報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啊發現說來一查 會計師十五筆漏報兩筆是誤報 這個其實呢不太應該哦 因為會計師照理來說就是來幫你把錢搞得清清楚楚的 那怎麼會有漏報誤報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先看一下柯文哲今天自己回應 首先呢他說現在呢三個案子纏身 所以呢柯文哲要曬黑皮膚準備要被剝皮了 他說工坊呢會在士林北投土地買賣案 跟金華城容積率案 剪掉呢要扣一個帽子其實不難 他說我的經驗很慘痛 好接下來呢因為扯到錢的事情沒辦法 扯到錢的事情呢就是非得要說清楚講明白 必須要透明要能夠受公平受檢視 接下來他說這次大選是台灣民眾黨成立的成立後的第一次 所以呢他說很多在摸索沒經驗可以做得更好 那監察院登陸錯誤不應該發生 既然發生了現在呢要用最快的速度來補證所有的資料 好因為政治獻金爭議扯到錢 選民們支持他的小草們大家都想知道 那麼民眾黨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柯文哲自己說他自己也很緊張 因為呢會計事務所便宜形勢才會出現漏報 誤報 明目不實的狀況 我說民眾黨沒經驗那會計師在報這些項目也沒經驗嗎 說不過去吧 所以柯文哲說相信沒有貪污舞弊 未來要從錯誤中學習 民眾黨也不會因為這樣的事情挫敗被擊垮 我們來聽他今天的原話 對於我們在監察院政治獻金 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會感到震驚 其實我也相當緊張 我知道說事情的真相絕對不是 電視上那些名嘴 側依在講的是那樣 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一瞬間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利用在周末假日的時候 把我們競選團隊過去有關的人員找回來 利用假日徹底的清查 因為這兩天這幾天的這種努力 現在才有辦法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物 更重要的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那種燈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就會有人便宜行事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冠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摸索 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這一種在監察院的登陸 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發生的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顧子恩的做法 會保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被任何挫折擊垮的 好很多人在討論嘛 那就是說民眾黨啊 或者是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會不會受到這件事情衝擊呢 也歡迎大家聊天室回應告訴我 你覺得會不會受到衝擊啊 你覺得柯B會受到衝擊的 你幫我加1 你覺得不會說清楚就好 你幫我減1 我也蠻想知道大家的想法的 因為有很多人說 哇現在在被算總葬等等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前淨總犯人陳志涵 他說其實他們有委託會計師端木正 但是他說時間來不及 因此漏報便宜行事 還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好說到錢的事情 那當然要找的就是財務長啦 那麼時任呢 競選總部的財務長李文宗表示 他自己完全不知情 他說呢 因為就相信專業的會計師會如實登記 所有的賬交給會計師 結果沒想到呢 最後一查才發現短差還有漏報 那李文宗也鞠躬道歉 說自己會負起完全責任 這裡面就是所有我們的收入跟支出 我們非常非常珍惜每一份的捐款 所以我們也尊傑來使用 所以這些憑證都在 當然我也相信 這個專業的會計師 會如實地登陸在監察院的系統裡面 但是很可惜 出現了這些短差跟漏報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但是 身為這個財務長 沒有做 財務部門沒有做 沒有盡到 二次查核的責任 在這裡 我也要向 支持者 和合作的廠商 鞠躬道歉 我完全負起這個責任 而且 我身為民眾黨的黨員 造成 黨的生意 受到如此大的傷害 我也會 向黨 自行處分 我也會完全接受 黨 給我 最嚴厲的處罰 謝謝寶寶們 聊天室我看到大家的回覆了 其實蠻多人都覺得 這一次的這個 錢的事情 會影響到民眾黨 給選民的信心 對嗎 林紹興 加一 八兩 加一 沈應足 加一 蔡仁維也是加一 那我們的吉祥星 也認為會受到影響 加一 還有我們的呂詠宏 謝文靜 林家榮直接說不相信 然後我們的招蒂熙也是加一的 還有我們的惠穎也是加一的 謝謝我們的Sandy也做出了回應 大家幾乎一票 大家你們自己滑那個聊天室 大家都覺得加一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記者會 該說的也說了 柯P也說了 財務長出來講話了 前犯人出來講話了 但是似乎大家的信心受到衝擊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黃珊珊在記者會結束之後 在臉書上發了10點聲明 我們幫大家做了一個總整理 黃珊珊怎麼說呢 因為有很多聲音一直說 黃珊珊應該就是要下台啦 等等的很多的不同的聲浪 黃珊珊說有關於政治現金的爭議 謝謝大家關心執照 我第一時間知道跟所有人一樣亞裔 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呢是整黨亞裔 好像只有會計師之情 整件事都推給會計師 聊天室我看到很多人說覺得不合理 好我們先看下去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他說什麼嘛 好我們幫大家做的一些整理呢 重點呢我們小編幫大家畫起來了 紅色的部分我們先看 因為剛才細節我也跟大家講了一下了嘛 他說我們發現會計師應該要這個叫什麼 善打申報但是並未善打進入監察院系統的支出資料 高達了一千八百一十七萬元以上 就是應該要報到這個監察院的系統 結果呢怎麼都沒有查進去呢 會計師漏了好上在查清當中 另外他說會計師 既然擅自以四家公司包含了石勒尼奧公司 作為申報對象 以補足錢開差額 就是沒有善打的這些 憑證的金額 但是這家公司並不知情 也沒有開例任何發票啊 會計師善打不實的金額 進入監察院的系統 並且善自行提出申報 也沒有對競選總部的財務部門據時已告 好看來呢 現在搞得好像是會計師亂來 好該怎麼報沒有如實的來報 好來第二張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同時又提到了 申報的工作沒有散盡責任 有重大疏失 財政 財務部雖然有疏失 但是我身為總幹事 黃珊珊自己說責無旁貸啦 那對於呢 這禁總出現了重大的失誤 有為支持者跟科主席所託 全黨陷入恐慌以及社會輿論的壓力 他認為深感慚愧要跟大家致歉 現在呢 這樣理到這邊大家有沒有發現 會計師好像是偷偷摸摸做了一些事 然後全黨沒有人知道 現在大家知道之後全部跳出來說 我身為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也有責任啦 我也要來跟大家道歉 我相信啦 這些事情一定會影響到的 因為很多小草也會覺得 我當初會想不想選藍選綠選白 就是因為我覺得白跟大家不一樣 因為覺得你們夠白 結果發現原來白也不是那個白 所以當然會讓大家覺得很錯愕啊 好啦既然民眾黨全黨錯愕 我們再看下去 經過複查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捐款 每一筆都用在選舉事務上 沒有一塊錢流入個人的口袋 也沒有公款私用 沒有假公祭司 以及側翼名嘴當中的捕風捉影 道聽途說 這件事實看起來匪夷所思 我第一時間也很難想像 為何專業的會計師會如此的虛應故事 財務部門也為第一時間掌握 但事件發生就要面對 據時已告訴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徹底的進行改進跟解討 好 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從上到下 都有要檢討要改進的態度 但是因為前的事情 搞成這樣清清楚楚 如果說每一筆都有用在競選的金額上 然後申報卻出了問題 很多人一定覺得說不過去吧 我相信很多人有開公司的吧 很多人 我相信這些帳 不是民眾黨第一天做這些帳吧 之前應該有很多賬 也有很多的政治獻金 只是現在這些事情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被爆出來 再來 尼奧公司負責人戴女士 是我朋友 本來就是業界專業大型活動 很常會的規劃設計的公司 所以當時候找他辦 感謝多年的協助 卻因為我方進總委託的會計師 虛報不實收入 收入還連累了 尼奧公司受到了外界的攻擊 我親自表達歉意也深感不捨 側翼名嘴不實的指控 我對戴女士還有這尼奧公司造人傷害 依法追究責任 也就是說 因為這件事情看他到很多的促逼 他們也深感抱歉 千錯萬錯大家都沒錯 就是會計師這間公司有問題 因為現在看來他們就推給會計師 就是說會計師這間 會計事務所虛報了一些 亂報了一些項目 跟要給監察院的很多東西對不上 好我們先來看這次的風波 其實只有簡單一句話可以形容 叫做沒有屋錢 只有屋龍 會計師漏報 造成短差 最後變成虛報 雖然我們沒有屋錢 但是對於政治獻金的 申報跟管理過於輕忽 實屬不該 更是嚴重錯誤 當然很多人看完之後 還是覺得滿頭問號對不對 匪夷所思 你覺得 你真的沒有更多的問號嗎 為什麼一間會計事務所 可以搞出這樣整個大烏龍 這樣很怪吧 我整檔清廉 結果我找的會計師有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今天的回應 第一 競選總部的財務完全是把 善打跟申報的工作交給了委外的 會計師事務所 這是第一點 每個禮拜我們會把 所有的支出憑證 配同他的銀行網來記錄 包括支票或者是匯款 一起把這個憑證交給 會計事務所 照理講 他就應該按筆的 逐筆的上 善打跟上傳 但是 從這一次 剛剛你要發出聲明之後 我們去清查的結果 就在我們這邊留存的支出憑證 有很多筆 並沒有在監察院的申報範圍內 我們才會一筆一筆的去找 從40萬以上開始尋找 表示我們有支出憑證 有交給會計事務所 但是沒有在監察院的申報範圍內 各位這樣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支出憑證都支出了 也交給他了 他沒有報上去 第一個錯誤叫做漏報 漏報累積到最後要結算的時候 就會有所謂的短差跟存折 中間有短差 因為有短差 所以他必須要說明 他沒有做完整的說明 也沒有跟競選總部討論 他自行做了調節 就叫做虛報 漏報 短差 虛報 就是這整件事件 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但是 這中間沒有人 未造任何發票 也沒有人未造任何支出憑證 這每一筆的支出 都用在了選物上面 但是會計事務所把我們交給他的支出憑證 放在一旁 沒有登錄 然後到結算期 發生短差 他自行調整到其他的公司名下 這些公司並不知情 也沒有開立任何的發票 這個就是非常清楚的虛偽不適 所以就這三樣事情 我們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因為我們的錢都用在了選物上 我們都有支出憑證 所以這短差的一千八百多萬 是我們現在比出來的 那他調節的這大概兩千萬左右 我們現在也還在清查其他的步驟 這個部分我們會 就相關的部分向監察院提出補證 好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現在呢 因為已經既然都已經現在交由 就是說依法處理了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北地檢署 今天已經主動分案 他自案 案由偽造文書等罪 那麼由 檢素黑金專案檢察官 唐仲慶來偵辦 好包含台灣經濟黨 台北市議員中小平也先後到北檢 來告發柯文哲等人涉嫌違反 政治獻金法還有刑法的偽造文書 背信洗錢防治法等罪嫌 久關於一千三百萬授權金的爭議案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木可公關公司 好今天發布了一個重大聲明 就是為了避免爭議延續 所以呢他們現在就停止運作 然後依法進行清算 清算之後所有的盈餘呢 要交給公益團體 好現在等於是有一種斷尾 然後呢趕快做出澄清 希望可以扳回一面了 我們先看一下 前立委蔡正元說 其實這是低級錯誤 但是高級危機 看來關鍵人物就是黃珊珊 所以呢 蔡正元他建議柯文哲 如果還要硬保黃珊珊 民眾黨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要擺脫政治危機 黃珊珊要辭不分區立委 才能解決 他認為神起事件很嚴重 是柯文哲個人重大的政治危機 因為呢財務數字最容易被挑剔啦 數字會說話 我們常在講嘛 所以質疑就造成最麻煩的地方 他要窮洪荒之力來解決 接下來我們來看 政壇上呢 游淑慧議員他說 民眾黨定調就是暴障環節 裡面會計出錯 財務部門也出錯 總之都是別人的錯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會錯 錢不會錯 因為錢不會不見啊 錢被核交去了哪裡 對方公司不承認有合作 或者是承攬厭惡 那請問錢錢去了哪裡呢 好 民進黨團 的這個幹事長吳思瑤 他今天說啊 小草辛苦了 也可以當回頭草 但是我想還是用柯文哲的話 送還給他自己 那就是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媒體人黃陽明啊 他今天倒是說了一句話 他說呢 涉案公司這間尼奧啊 就是說在事件爆發了初期 曾經表示力挺民眾黨 結果隔天馬上尾油媒體人 康仁俊爆料有兩筆款項沒有收到 他認為裡面絕對有內幕 到底以上出來講話的人 有沒有人沒有把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呢 當然大家希望全部人說的都是真話啦 總之真相只有一個 錢去了哪裡呢 包含柯文哲在內啊 前面前前後後攝入了好多的案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所以呢被指控啊 涉嫌圖利金華城 那麼北市的前副市長 童政生 今天是以被告的身份傳喚 那麼有淑慧議員是認為 希望檢調儘快約談 因為包含了金華城內的主事者 還有柯文哲 要釐清真相以外 也避免他們有串供的嫌疑 如果確定有違法 也希望市府趕快成立法律小組 追討這一筆屬於公共利益的市民財產 今天檢調正式約談了 彭前副市長 而且以獨職跟圖利的罪協限制出他的住居 我希望檢調後續儘快的約談 其他的當事人 包括金華城的主事者 以及柯前市長 除了釐清真相以外 當然也避免他們可能有串供的嫌疑喔 金華城的案子其實我相信 相關的公文跟金手的公務員 都已經市政十分的齊全了 違反了都更法律 給予了龐大的融積獎勵 這件事情 當年也已經經過監察院的調查了 那議會調查的過程 也已經開了八次的專案會議 我們在調查的過程 我也都邀請了這個政風處列席 所有調查過程的會議記錄逐次稿 我相信政風處都有上乘給連政署 提供這一次的檢聯調作為調查的參考 所以如果說這個 這一次的檢調的調查過程有什麼需要 我個人也非常願意以調查小組召集人的身份 配合調查 我們希望儘快釐清這個進化程的問題 如果確實有違法的問題的話 我希望蔣灣市政府 趕快成立後續的法律研議小組 看如何追回這一筆 屬於公共利益的市場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w Your Care 職号看看 職業台 地補 id 提供